七千万指的是这个刑律兵在2012年年初在海南豪制七千万办了一场下旅盛宴 那么三百个亿呢是眼下山西连胜集团欠下的无法清堂的债务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 这个集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 从豪制七千万到欠三百个亿 为什么它下滑如此之快 另外更加耐人寻味的是 这个民企它凭什么依靠什么借来了三百个亿 七千万嫁女 美老板行李宾机场被捕 山西最大煤炭民企临临破产 引发关注 一面是七千万奢华嫁女 一面是三百亿债台高筑 一面是对外巨额工艺捐款 一面是对内拖欠员工工资 奢华的背后真实动机是什么 又是什么让行李宾由煤炭大风 变身金融炸弹 行李宾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煤炭江湖的 本期老良官世界 为您说说一个县级民企三百亿危机 背后那些事 我想行李宾的名字 在2012年的三月份 很多新闻媒体大面积报道的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 那个他在海南搞了一场七千万嫁女 当时引起的轰弄非常大 因为在这场婚礼上 出席的人从主持人到捧场明星 有人说简直比那中央电视台春晚 这个人气还高 那么当时很多人都凯探 说这个行李宾了不起 梅老板是真有钱的 想怎么炫富就怎么炫富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我曾经和身边的人探讨过这问题 我说绝没那么简单 我说我不认为行李宾是炫富 为什么呢 这是我基于常识的一种判断 假如说你钱不多的时候 需要面子的时候 人往往是炫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二代在炫富 有很多爆发户在炫富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富一代 他炫富 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有钱好多年了 实力已经都很了不得了 我们看着李嘉诚 比尔盖茨 巴菲特 他炫富吗 他不炫富 那个时候行李宾据媒体报道的 他的身家已经有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亿了 他的身板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炫富 来满足自己凶心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他七千万家旅 一定有背后的一种目的 那时候我就猜 他可能通过这个 要向外界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 他炫耀实力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达成 要么借款 要么他想通过和其他企业的这种合作 来壮大自己 那么现在两年过去了 实践证明我当初的猜测 方向是没有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据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况 你推算一下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花七千万 是他企业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 而且那个时候 他需要更大的投资 融入到自己经营的项目当中 他当时正在进行媒体改造 技术方面的改造 所以他需要给外界一种印象 我很有实力 我过得很好 我不差钱 我向你借钱还钱也不成问题 因为据这个柳林县当地的政府官员对媒体说 其实很早 这个连胜集团的日子就不好过 大概从2011年的7月份 连胜集团就开始欠职工的工资 你记住连下半员工工资都欠发了 那说明这个企业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当时欠工资是什么原因 我们从这几年就能看到 煤炭企业一直在扩大 由于电煤市场煤这个价格倒挂了 当时煤炭的日子非常好过 可是进入这两年 煤炭掉头向下 很不好弄 当初的原煤价格呢 从这个1500块钱一吨 直接降到不到600块钱 那个时候我曾经去秦皇岛一些码头干 那个煤放着这 567578一吨 没人要他 所以这么大起大落 进入了下行周期 这个连胜集团的单纯靠煤炭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 这时候就出现了资金链条的崩溃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融资 融到自己的投资项目当中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时间点上很有意思 他2011年7月份 连胜集团就开始欠元工资 可是2011年的6月份和9月份 这行李兵分别向两家大学捐了500万 在海南七千万嫁女之后 2012年的上半年 他又向另一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我们当然不排除 行李兵是个有爱心的人 可是你的企业员工的工资都没发出来 你先去搞慈善人 这明显是把责任给弄毁销了 就像我们现在说 有的企业自己过得不怎么地 他去搞慈善人 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 那个时候行李兵已经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 那么还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2012年9月末的时候 显示的当时连胜集团的 他的负债欠了72个亿 可是从那以后到现在居然欠了300个亿 就中间这200多亿债 是最近一年多借 也就是说海南嫁女 扔出7000万之后 他接下来迎来了一个融资的高潮 大量的欠债 都是这以后开始建的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个责任 他当时为什么要用7000万来嫁女 摆一个大场面 是告诉所有人我不缺钱 告诉所有人我过的体面 这样才能保证借钱 有人相信你有偿还能力 所以我说行李兵那个时候 花7000万嫁女 绝对不是选工 而是他想融资 他想给借他钱的人一种信息 我日子还行我没问题 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煤炭集团 需要这么大的资金量 因为我们说像煤炭和钢铁这样行业 在经济学术语里呢 管着周期性行业 它的周期性极强 就是我们用老百姓话说 就大起大落 这时煤炭价格涨上来了 它一下就赚好多钱 这时煤炭价格滑落了 它可能就亏了 而且这个周期呢 有时候很短 有时候很长 就是它的冬天可能很短 它的冬天也可能很长 所以当它下行的时候 它原来那个扩张冲动还在 它就需要更多资金补进来 它就有借贷的冲动 那么肯借它钱的人就觉得 这煤炭钢铁现在不行了 可过一周我估计还能起来 它应该还能厉害起来 还有钱 所以也愿意把钱借给它 所以煤炭钢铁的行当 你会发现煤老板 钢老板 它融资融为都非常狠 借钱借的也多 等真赶到赚钱的时候赚的也多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呢 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行当 它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是一种有序发展 但是中国眼下这个煤炭行业 这些年一直处在大起大落当中 中间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 安全事故等等复杂的因素 所以煤炭行业这些年 越来越呈现不稳定的迹象 煤老板原先认为风光无限 可这一年你看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行李宾 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融资 要通过炫富的方式 给这个借款人一种信心 那么我们得把这话说回来 前面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一个民企 他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借了高达三百个亿的债务 他一个民企 他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借了高达三百个亿的债务呢 其实我们从他的承担轨迹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 这里边他之所以能借了三百个亿 地方政府给他的信用背书 这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